下边呢我们最后一个题目 最后一个题目是讲了一个综合题 这个综合题呢是我们过去考试这个整体 历年考试大作的整体 那么首先我们请大家看这个题目的要求 第一个解用分析铁字公司所创建的 无人机新型产业内部结构的过头特征 以及贴纸公司在无人机新型产业当中的 再来选择 那么这个问题很明显 这是属于我们教材第三章 就再来选择这一章 第二节的内容 第二节内容 就是关于新型产业内部结构的过头特征 我们说新型产业内部结构的过头特征 我们说有几个特征呢 有五个特征 哪五个特征 同学们就非常的熟悉 是吧 比如说第一个是什么 技术的不缺点性 第二个是战略的不缺点性 是吧 第三个是成本的兇事变化 还有第四个 萌芽企业和新社企业众多 萌芽企业和初创企业众多 比如第五个 购买者大多数 大多数首次购买者 然后呢又讲到新型产业当中 战略选择 我们说新型产业当中 企业的战略选择 战略选择具体包括几个方面 包括四个方面 比如说第一个塑造产业结构 是吧 第二个关注产业发展的外部性 等等四个方面 第二个 解忧分析贴质公司研发的类型 多力雷远 研发的地位 并从安硕夫举证角度来讲 分析贴贴质公司研发的战略作用 我们说这一文字 当然也是属于我们就成第三章内容 是属于就成第三章 第三节 职能战略当中 讲到的研究与开发战略 我们说这个研究与开发战略也好 市场营修战略也好 这职能战略当中 比较重要的两个职能战略 经常在主观体当中考察到 那么至于研发类型很简单 我们说研发类型就两种 一种叫产品研究 一种叫流程研究 研发的多力能源很简单 两个方面 一个是技术推动 一个是需求纳动 研发的定位 我们说有四种定位 研发定位有四种定位 比如说第一个 成为向市场推出新技术产品的企业 比如第二个 成为成功产品的魔法创新者 比如说第三个 成为成功产品的低城堡制造者 这是三个 实际上总共是有四个 比如说第四个研发定位 是成为成功产品低城堡生产者的魔法者 那么从安索夫举证角度来讲 分析研发的作用 我们说研发的战略作用 我们说一个是体现为什么 体现为 对基本竞争战略的作用 就是结合波特提出的三大基本竞争战略 成本两线战略 参与化战略和集中化战略 研发是如何推动的三个战略 第二个研发战略作用 体现是波特的价值率 五项基本活动 四项支持线活动 其中这四项支持线活动 大多就涉及到技术开发 也就是研发 第三个战略作用 就是讲到安索夫举证 我们说安索夫举证 也称的叫产品市场组合举证 根据产品 现有产品新产品 市场现有市场新市场 我们说在安索夫举证当中 谈到有四种战略 分别是市场渗透战略 市场开发战略 产品开发战略和多元化战略 是不是 所以讲到安索夫举证的时候 我们说他支持四种战略 支持四种战略 比如说对现有产品的给较给进 或者叫现有产品的求精 我们是有助于推动什么 市场渗透战略和市场开发战略 那么我们说开发 或者就研发全新产品 全新产品 也创新程度更高的 全新产品 有助于推动企业 是什么呢 产品开发战略和多元化战略 第三文 依据南海战略重建市场 边界的基本法则 开创南海战略的途径 解用分析铁字公司 如何KP一个 又一个新的发展空间 那么这个内容 当然也是涉及到教材第三章 第二节 谈到南海战略 谈到南海战略的时候呢 其中就谈到重建市场 边界的六条基本法则 或者叫六条路径 对吧 你是如何KP出南海的 那么我们讲到教材当中 虽然是讲到有六条法则 或者六条途径 但是我们通常在考案例的时候 能跟大家讲这个案例当中 往往是把这六条法则 或者就六条途径 概括为几个方面呢 我们说概括为五个方面 五个方面 从五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个方面是什么 第一个方面就是 省市他者产业 或者跨越产业内 不同的战略穷主 这下大家把省市他者产业 和跨越战略穷主 这两条就合到一起了 概括为一条 省市他者产业 或跨越产业内 不同战略穷主 第二条什么 第二条 就重新界定产业的美方穷体 第三条 是放业于互补性的产品和服务 第四条 重设产业或者是重设客户的功能与情感导向 或者就重设产业和顾客的功能情感诉求 第五条 跨越时间参与塑造外部潮流 第一四问 解忧分析贴质公司 诱营分析的主要影响因素 我们说诱营分析的主要影响因素 我们说有几条呢 有八个方面 八个方面 一般我们说在八个方面当中 这七个方面 其余七个方面是经常考的 至于给企业带来财产所的自然灾害 整个一般这案例当中考的很少 所以虽然是八条 但是考的时候有可能监察 涉及到这其余的七个方面的影响因素 这第几章呢 这当然就回到我们所讲的 第八章的内容了 所以大家看一下前四问 前三问 主要是涉及到教材第三章 再来选择的内容 第一五问 解忧分析贴质公司 需要关注的组织架构的分析 这当然是我们第八章所讲的 组织架构 这个业务质量当中所谈到的分析 有几类呢 我们说有两类分析 是吧 一个是自立层结构存在的分析 一个是内部机构设置发明的分析 第二 解忧分析贴质公司 需要关注的 仰力资约的主要分析 仰力资约的主要分析 我们是仰力资约方面的分析 这个主要设置到几类呢 我们是仰力资约方面的分析 主要设置到三类 三个方面 第三个 解忧分析贴贴质公司 需要关注采购业务的主要分析 我们说也是分为几类 分为三类 所以这个题呢 大家看一下 第四问到第七问 考察是第八扎内容 所以这个综合案例呢 就是把第三扎内容和第八扎内容 结合起来考的 这是我们2020年的考题改编 下面呢 我们就请同学们一起来看提杆资料 首先呢 我们看资料一 2005年王浩呢 在大学读书的时候 就将自己别论文的题目呢 定为直升机自主悬听技术 终于在2006年 一月成功的 做出了第一台样品 并在航拍爱好者当中 广受好评 那么这句话呢 大家看一下 说在2006年成功的 做出了第一台样品 也就是这个产品 是一种尝试性的产品 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就意味着 技术的不确定性 还不是一种成熟的产品 是一样品 王浩开始了自主创业 他同两位一起 做事业课题的伙伴 共同创立了贴纸公司 那么这句话 说自主创业 共同创立了贴纸公司 这是属于我们所讲的 新型产业 内部结构 共同特征当中的 哪个特征呢 我们说新型产业 内部结构 共同特征的 我们说有五个特征 除了高层所讲的 第一个特征 技术不确定性之位 还有一个呢 就是萌芽企业 和另一名户企业的角度 这是自主创业 设立的一家初创公司 所以呢 可以理解成是萌芽企业 主要业务 围绕航模飞控 致力于为航模飞行器 提供精确的 姿态感知和控制系统 结果不懈的努力 2008年 第一个较为成熟的 直升机飞行系统 XP3.1 在贴质公司问世 中国的直升机 自主学庭技术 在贴质公司呢 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这里讲的是自主学庭技术 是一种自主技术 并且呢 我们说在贴质公司 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个自主学庭技术 突破性进展 这个我们说 应该是从研发的角度来讲 就研究开发角度来讲 我们说体系的 这种研发的定位 是一种什么定位呢 是成为小市场推出新技术产品的企业 同时呢 我们说这个是一个什么 是属于研发类型当中 是属于一种产品创新 还是流程创新呢 我们应当是一种产品创新 就是产品研究 由于直升机自主学庭技术 在民用市场呢 十分稀缺 贴质公司的技术 很快就获得了业界的认可 一个单品呢 在当时卖到了20万元的售价 但在写质的危机也随之而来 航拍暗号者 购买了天智直升机之后呢 相机还有另外购买 使用比较麻烦 而且呢产品价格过高 贴质公司的新技术 很难确实推广 新技术很难推广 就算贴质公司这种技术 是做新的技术很难推广 这同样意味着 新型产业 内部结构过头特征当中 哪个特征呢 技术都不确定性 同时说当时卖到20万元的售价 产品价格过高 价格很高 贴质公司开始了 相机飞机一体化的研发上远机 终于在2012年 贴质精灵PHY航空出世 高度的集成一体化 很快就获得了第一批消费者的认可 第一批消费者的认可 这就意味着 新型产业内部结构共同特征当中 哪个特征呢 就是说购买者 或者就顾客 大多都是首次购买者 引爆了无人机领域的使用需求 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的成熟 产品价格日趋下降 贴质公司充斥 就上了无人机领域的跌风 那么大家看一下 高开始的时候呢 价格很高 但是呢 随着技术不断成熟 长期价格日趋下降 那么这段话 我们是体现的是 新型产业内部结构 过头特征当中 哪个特征呢 就是成本的凶势变化 就高开始的高成本 高价格 但是随着规模经济了 技术的应用了 我们说成本很快价下来 价格也价下来 提起来这样一个特征 同时 同时 我们说刚才这段话当中呢 又谈到 说12年的时候呢 他这个贴质监令 PSY横空出世 获得了第一批消费者认可 引爆了整个无人机领域的使用需求 还有呢 价格不断下降 还有呢 走上无人机领域的跌风 这个呢 我们说涉及到新型产业企业的战略选择 我们说新型产业当中 企业战略选择的 这个途径 总是讲了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什么 塑造产业结构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说 他引爆了整个无人机领域的使用需求 而且产品价格日趋下降 这是属于自电的产品的一些什么 规则 建造规则 研究产品的定价 策略 还有 从此走上了无人机领域的跌风 同时我们说这句话 走上无人机领域的跌风 这也是属于什么 我们说是属于 他在内选择当中呢 选择合适的建筑师机和领域 因为我们说 他推出了第一批 也就最早提出了 这种高度集成化的 这个一体化的产品 那么引爆了这个无人机领域的使用需求 我们说 向他取得了什么 获得了无人机领域跌风以后 我们说获得了视察的领导的地位 所以这也是属于 选择合适的建筑师机和领域 截至2018年底 贴纸公司在全球无人机领域 占据了74%的份额 牢牢锁掉无人机视察的霸主地位 无人机视察的霸主地位 我们说这个呢 从安索夫举章角度来讲 我们说靠着这种全新的产品 锁掉了无人机 全球无人机市场的霸主地位 就相当于 我们说霸主地怎么样呢 实现了安索夫局政大众所列举的战略 三种战略 至于二 贴纸公司的无人机产品的技术 使得更多的人 获得了认识世界的全新的视角 让人们从地面的二位平面 上升到三位空间局观察思考 其产品和技术 也叠染了更多领域的创新 那么在这段话当中呢 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 贴纸公司的无人机这个产品的技术呢 使人们获得了认识世界的全新的视角 全新的一种视角 我们说顺便什么 顺便这种产品的技术 是一种新产品新技术 一定程度上也体现的是技术的不确定性 同时其产品和技术 因此也点燃了更多领域的创新 这是一种创新 那么这段话 我们是又体现了南海战略当中的 关于重建市场边界 KP南海战略的途径当中 所讲到的哪一条呢 就是跨越时机 塑造就参与塑造卫部潮流 这样一个路径 影视航培农业 能源 电力 测绘 安发等产业 与无人机产业深度融合 贴纸公司 无人机技术 成为这些产业创新所依赖的基础设施 那么这里谈到的是 与这些产业 无人机产业与这些产业深度融合 那么大家想 这是属于KP南海战略的 这个途径当中哪一条呢 就是发业与互部线的产品和服务 还有贴纸公司 无人机技术 成为这些产业创新所依赖的基础设施 就成为相关产业创新的基础设施 这有体现的是什么 体现的是关于先前产业当中 体验战略选择 我们说四个方面当中哪一个呢 就是关注产业的未博性 就是产业 本产业发展过程当中 和其他的相关产业 这种互动互补关系 这是体现产业的未占性 在这个过程中 贴纸公司 与各个产业当中的专业人员 密切合作 优势互补 开拼了一个另一个 又一个新的发展空间 我们说这也是属于什么 这也是我们所讲到的 就是关于 这个新型产业当中 企业在的选择的时候 我们说涉及到的一个方面 四个方面当中 其中一个方面 与各个产业当中 专业人员密切合作 优势互补 开拼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发展空间 例如贴纸公司 推出第一代经历无人机的时候 电网的工程师 第三发开发者 和贴纸公司的研发人员一起 解决了许多的技术问题 在2017年 推出了能够执行 第二天雄罗任务的 金威M 两代系列无人机平台 又比如在农业之宝领域 贴纸公司研发制造出来 用来进行农业之宝作业的无人机 无人机又用到什么呢 农业之宝领域 结合软件地面站 RTK 参风定位和人工智能 来实现自动化的进行烹散 这种贴纸公司 与优国一家航空公司合作 使用变现式无人机 来进行农航科技的解修 这个我们说都体现什么 体现的是南海战略 这个六条开发路径 大家都说谈到的 发扬于互补性的产品和服务 在全球范围内 也有越来越多的用户 使用贴纸公司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在全球范围内 越来越多的用户 使用它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全球大约有十万名 无人机技术开发者 通过贴纸公司的平台 完成各种各样的开发项目 有些项目远远的超出了 人们的想象 半岁而至的是对贴纸公司 技术深化及制造管理 提出新的任务和要求 由于贴纸公司技术管理 不断深化和创新 竞争对手的不易魔法 更难以超越 那么大家看一下 刚才这段话 说在全球范围内 有越来越多的用户的时候 贴纸公司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全球范围内 我们说这个一定程度上 体现的安索夫举证当中 我们说谈到的战略选择的一个方面 就相当于全球越来越多的用户 这倒投于什么 我们的倒投于是一种 这个市场开发战略 全球有十万名无人机技术开发者 通过贴纸公司的平台 完成各种各样的开发项目 资料三 然而贴纸公司 这是秀莫长长的无人机独角兽 今年来却不得不面对 内部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 贴纸公司2019年1月18日的 内部反腐报告称 公告称 在2018年 由于供应链 贪腐造成平均采购价格呢 超过合理水平20%以上 保守估计造成超过 1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 造成了财产资金损失 在公司用作的各个领域 均出现了舞弊行为 这次创通勾结行为范围极广 违黑程度极大 给公告披露 涉探的采购人员和研发人员 采购的主要手法 那么大家看一下 由于公司公业列弹腐造成的 平均采购价格 关键是采购价格高出合理水平 20%以上 保守估计造成了 1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 这当然是属于我们采购业务 当中的所讲到的 三个风险当中的其中一个方面 就是关于定价机制不健全 是吧 采购方式不合理 我们的导致呢 采购物资 值次 价格 可能导致我们的资金和财产方面的 物资和资金方面的损失 这就是一个方面 另外呢 大家看一下 在公司用作的各个领域 出现了舞弊行为 可见这次串通勾结行为范围之广 为何极大 这体现什么呢 我们说这体现 用营分析影响的八个方面当中 哪个方面呢 就是内卫部人员 内卫部人员 道德缺失 或者行为不当 给企业带来的分析 这是以舞弊行为 而且串通勾结之体现的是道德缺失 就内卫部人员道德缺失造成的 一 让过颜沙的报底价 然后伙同过颜沙 往上加价 加价部分双方二比例分成 利用手中的权利 以技术规格为由 指定过颜沙 或者故意 以技术不达标 把正常过颜沙的提出局域 让可以拿回扣的过颜沙的 建短名单 长期拿回扣 以价价为借口 淘汰正常过颜沙 让可以给回扣的过颜沙的 建短名单 并做成独家垄断 然后找家 双方封城 使利用内部信息和手中的权利 与过颜沙串通收美业货人员 对品质不合格的物料的 不见血业症 导致支持架构的物料的长期 独占独家过颜 五 内卫勾结搞皮包公司 利用事物桌的权利 以皮包公司接单 转手的把单 分给工厂 中间差价分成 那么在整个这一大段话 我们说这五个方面 都体现的是属于什么 采购业务当中 存在的风险 我们说采购业务当中 所讲到的风险有三类 有三类 那么在本案里当中 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什么呢 一个方面 是属于过颜沙选择不到 采购方式不合理 是不是 就是关于这个招投标 还有定价机制不借权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考试可能导致什么情况呢 我们的可能导致 采购的物资值次价格 受到这个物资 就采购物资或者资金上的琐事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采购业货不规范 付款审核不严 我们说可能带来的资金和物资上的琐事 这两个方面 那么至于 就是关于 对这个采购品 这个市场预测 不准确 导致呢 我们说造成库存积压 或者是短缺 就采购品 短缺过剩 就供需关系 这方面 预成不准确 所以导致的 就是 由于这个外购重获不足 影响且正常生产经营 或者是造成库存积压 占有资金 这方面的风险呢 没有体现出来 所以呢 我们的主要是 围绕两个方面 一个是供应商的选择 还有采购方式问题 还有一个呢 就采购业收环节 付款审核环节 我们说 这两个方面的风险 不仅如此 2017年 一名安全研究员 在贴纸公司的 网络安全方面 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漏洞 这个漏洞 会导致贴纸公司 所有的救命院 毫无用处 从而可能导致 贴纸公司服务器上的 用户信息 飞行日志等 私密信息 能够被下载 尽管贴纸公司呢 采取合理的保密措施 但该次事件 依然给贴纸公司 造成了116.4万元的 经济损失 我们说这段话 这体现的是 又一个风险 影响的极多的一个方面 哪个方面呢 就是在质量啦 安全啦 环保啦 信息系统安全等方面 我们说实物呢 给你带来的分析 业练人士分析 贴纸公司内部呢 揭裂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 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 以公司智力结构 相对混乱 贴纸公司领导层 灭对业务的凶制扩张 将注意力呢 集中在了极力扩大 经营规模 追求足够的市场份额 和企业利用 而忽略了 组织内部智力 知识腹背泄密的问题 频繁产生 那么这段话 请大家看一下 一方面我们说 从组织架构 这个指引当中 所讲到的两类分析 非常明显 一个是智力层结构 一个是公司内部机构的设置 这很明显说 公司智力结构相对很难 这个就涉及到 组织架构指引当中 所涉及到第一类分析 就智力结构呢 形同虚设 缺乏科学 结测 良性用性机制 和执行力 可能导致 企业的经验失败 发展战略难以实现 所以这首先这段话 体现了组织架构当中 智力层结构重的分析 因为通过 刚才这段话 可以看得非常明显 智力结构相对混乱 公司领导层的 对业务 这个袖数扩张 注意力集中在什么呢 集中在竭力扩大 经用规模 追求足够的市场份和利用 竭力论 这就是我们所讲 缺乏什么 我们说缺乏 科学决策 良性用选机制和执行力 所以呢 我们说可能导致 经用失败 发展战略难以实现 另外一个方面呢 我们说也能够体现 肉眼风险当中 我们所谈到的八个影响方面 哪一个方面呢 就是第三个方面所讲的 就是公司的组织效能 管理现状 企业文化 还有呢 中高层管理者 或者作用业务流程当中 专业人员的知识结构 专业经验不足 引发的分析 二 缺乏内部信息的披露 作为一家 非上司的民营企业 贴子公司呢 没有对位披露 重大信息的压力和要求 导致公司 内部智力却是良性 用型和阶读机制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舞弊泄密问题 都极易产生 那么这段话 我们说体现了 肉眼风险的影响因素当中 哪一个呢 大家认真思考 八个影响因素当中 其中很容易把它理解成 就内控系统10年 可能给大家带来的风险 那么这里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是一家非上司公司 它本身的没有对外披露 重大事项的要求压力 也就从内控系统 设计角度来讲 是不是我必须要 对外披露信息呢 没这个义务 也没有这个要求 所以我们说 既然从内控系统的 设计角度来讲 没必要设计 这样一个内控程序 所以也就不从这个 这个右行分析 也就既不从这内控系统的设计分析 设计缺陷 也不从这右应缺陷 所以呢 不属于这个范畴的 但是我们说 它是属于 右应分析产生八个方面 当中哪个方面呢 我们的第八个方面 就对企业现有的业务流程 和信息系统 右行状况的 这种结果啦 右行评价啦 持续改进能力不足 可能研发的分析 也就是说 你对现有的业务流程 和信息系统 右行状况的结果 右行评价 还有持续改进能力不足 很明显 我们说 既然没有这种 对信息披露的 这种要求压力 导致什么结果 导致内部治理 确实两线用刑 和接触机制 从这这样的问题 但是呢 我们说能不能解决呢 无能为力 没有把针对这个问题 产生的原因 没有自调出 相应的应对对策来 所以呢 舞弊泄密问题 急产生 所以我们说 明明知道 是从这一问题的 但是呢 有没有有效的对策 所以我们说 这是属于 右行分析 产生的八个影响方面的 第八个方面 三 做结果 情人才的管理模式 管理模式 说公司创始人 兼CEO王后 高技术出身的 对产品制造 有着独特的情绪 赛马机制 一直是团队竞争 发展的管理模式 这里大家看一下 我们说这个 重结果情人才的 管理模式 关键是管理 我们说这个属于 右行风险当中 哪方面呢 当然是属于 我们所讲的第三个方面 就刚才以前 也谈到组织效能 管理现状 企业文化 高中层管理人员 和作用业务流程当中 专业人员 知识结构了 专业经验了 引发了风险 所以它关键词 是管理模式 就代表你目前的 管理水平 管理能力 管理卸壮 还有赛马机制 一直是团队竞争 发展的管理模式 赛马机制 所以产品在开发时 有两个团队 分头去做 谁的产品好 就有谁的 产品外背需要的团队 就会被公司淘汰 所以这个管理模式 带来诸多的问题 如研发过程当中 两个团队恶性竞争 人才流失严重 被选用的团队 为防疫后背淘汰 而资深腹背动机 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里我们说 你这个产品 在开发过程当中 有两个团队去做 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很明显 这是属于组织架构当中 所谈到的两类风险当中 第二类 就是组织构设置呢 不科学 缺者分配呢 不合理 对吧 那么 可能怎么样呢 我们说可能造成的 部门只能重叠 然后呢 只能重叠 交叉 然后呢 相互推微扯皮 用行效率低下 另外我们说 在这里呢 也设置到人力资源管理大众 所得的风险 开发机制 就人力资源风险大众 我们谈到三类风险 其中有一类呢 就是谈到 人力资源缺乏和过剩 开发机制呢 就才能源结构不合理 开发机制呢 不健全 是不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也可能 会出现一些风险 什么风险呢 比如 这个员工呢 缺乏对企业的这种 归宿感 年距离下行率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 所以人力资源呢 我们说这个缺乏 或者过剩 开发机制不健全 人力结构不合理 开发机制不健全 我们说可能 会影响到企业发展 战略的实现 这是第一个 主要是强调的机制 另外一个呢 就涉及到 说谁的产品好 就有谁的 未血肉的团队 就会被公司淘汰 我们的这个团队 体现人力资源管理当中 哪个风险呢 就是关于 人力资源的 激励约束机制 不合理 或者就不借权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 容易导致什么问题呢 我们说容易导致 这个重要岗位的 这个管理人员 由于管理不完善 我们说有可能导致 人才流失 人才的流失 还有呢 这个用行效率低下 这样的问题 当然我们说 这还涉及到 好差一段话 比如说 还涉及到 就是企业的秘密 商业秘密 还有国家秘密 商业机密 还有国家的机密 我们容易被泄露 这样的风险 还有一个呢 就刚才说 叫做离职人员 离职人员 我们说离职人员 对贴纸公司 负面评价很多 负面评价很多 这个强调离职人员 这就是能力资源 退出机制呢 不合理 或者是不借权 可能导致呢 法律诉讼 或者是企业生育诉讼 因为离职人员 贴纸公司 负面评价很多 所以整个这段话 我们是用体现 人力资源 管理当中 从这三类分析 贴纸公司管理层 以及认识解决 公司内部问题的 重要性和减合性 强化公司内部治理 打击职务腐贝 正在贴纸公司 全面展开 这是关于 这个题的体感资料 下边呢 我们一起 结合参考答案呢 来分析一下 第一问 就是 新鲜财业内部结构的 共同特征 我们讲的共同特征呢 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个呢 就是技术的不确定性 那么我们说 这种技术不确定性 也就是说这个技术呢 仅仅是各家公司 都是做常识性的技术 这个技术呢 都是有多种可能的 我们说这个技术还不成熟 主导技术 主流技术还没有出现 那么提前 技术的不确定性 我想呢 主要是有 案例当中有三句话 一句话 就是说 在06年1月份 成功的做出了 第一台样品 关键词 是个样品 还有 航拍后者 购买了天智 直升机以后 相机呢 还要另外购买 事由比较麻烦 而且价格的过高 贴字公司的新技术 很难 迅速推广 贴字公司 新技术很难推广 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你买了你的直升机以后 人家还得买相机 修费者使用起来 不方便 而且价格很高 你这种新技术 很难修设推广 算命你这种技术 还不是一种 很成熟的技术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 这也体现 你的技术不确定性 因为如果你的技术 成熟的话 你在设计方面 就应该 把你的直升机 和小技呢 我们是进行一体化 所以这段话呢 同样体现技术 不确定性 技术不成熟 还有一段话 贴纸公司 无人机产品和技术 使得更多的人 获得了认识世界的一个全新的视角 你这种技术和产品呢 是一种认识世界全新的视角 KP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发展空间 就KP这些新的发展空间呢 也是一种什么 我们说也是一种尝试性的创新 所以这个同样 我们是体现的技术的不确定性 也就这个技术 这哪个领域应用呢 它都有多种多样的尝试 第二个是战略的不确定性 我们说这是由于技术的不确定性 带来的战略的不确定性 这个战略的不确定性 就包括什么 我们说包括市场定位了 还有这个产品定位了 这些我们说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都是一种尝试 所以呢有关于市场定位 产品定位 还有市场营销策略等等 都没办法制定 因为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那么这里谈到一句话 说贴纸公司卢人机 产品和技术 使得更多的人 获得了认识世界的全校的视角 让人们从地面的二位平面 上升到三位空间去观察思考 其技术和产品也点染了更多领域的创新 关键词 他的产品和技术 点染了更多领域的一种创新 就是我这种产品和技术 我怎么定位呢 定位在什么样的客户 怎么样的市场 这个其实都是一种探索性 一种创新 影视行为农业能源 电力 测绘 安发等产业 与无人机产业深度融合 贴纸公司的无人机技术 成为了这些产业创新 所依赖的基础设施 就是相关领域 相关产业这些创新的什么 基础设施 是一类的一个平台 创新的一个平台 所以我们说 这些体系的事 就在来的不缺点性 就刚才所讲的 产品定位了 市场定位了 营销策略 都都有很大的不缺点性 事实上 成本的秀适变化 这个比较明显 贴纸公司的技术 很贵的获得了业界的认可 一个单品 创新当时卖到20万 产品价格过高 后面一句话 所以跟生产技术不断成熟 产品价格日趋下降 这就是刚才所讲的 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说高的产宝 高的价格 但是伴随着规模经济了 还有这种技术 新技术利用用 或者叫学习效应 建议取消效应 我们说的产宝很会价下来 价格也价下来了 第四个是 萌芽企业和略历萌副企业 那么就主要是 刚才有一段话 王后自主创业 与 两位一起做事业伙伴 共同创立了贴纸公司 上面这个公司 是个什么公司 是一个初创公司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 萌芽企业 第五个 手势购买者 就顾客 大多数手势购买者 案例当中讲到了 说贴纸监令 PHR航空出市 高度的集成一体化 很快就获得了 第一批消费者认可 什么意思啊 他的顾客呢 都是手势购买者 求心求意 尝试性的 购买他的产品 这是关于第一 下面我们看第二 贴纸公司在无人机 先行产业当中 在的选择 我们说贴纸公司在 无人机先行产业当中 在的选择 我们说有几个方面 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塑造产业结构 我们说所谓塑造产业结构 就是一个企业呢 如何能够促成一个产业的 净溃成型 自电一些产业的 一些进展的规则 出界的产业呢 我们说 稳定成型以后 有利于为企业的 营造一个可持续的 或者长期的一个 发展平台 然后例证呢 我们说在这个平台 或者在这个产业当中 为自己带来可持续 竞争优势 那么这里大家看一下 这个贴质公司 如何塑造产业结构的呢 也就是在这个产业 结构成型 制定有关规则过程当中 它做了哪些努力呢 请大家看 说贴质公司 开始了 小机飞机 一体化的研发设计 终于在2012年 贴质经理了 PSY横空出世 横空出世 这个体现什么 这个体现的实际上 是属于产业结构当中 我们所讲到的产品策略 产品策略 制定个产品的一些规则 小机飞机 一体化的研发设计 终于推出了贴质经理 PSY横空出世 这个倒是自定产品的规则 产品价格日趋下降 产品价格日趋下降 这次体现整个产业的什么 一种价格策略 就是说应当 这个总体价格一个日趋下降的 这应该是属于 竞争规则当中的价格策略 还有牢牢数 无人机失察的霸主地位 也就是说 在塑造产业结构过程当中 它从中怎么 从中的获利了 这个产业 成型稳定以后 我们说作为贴质公司呢 牢牢数 无人机失察的霸主地位 这不就导致为它营造出一个良好的一个建策地位 或者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建策地位吗 还有贴质公司卢伦机技术 成为这些产业创新所一的基础设施 也是利用 出城这个产业结构呈现以后呢 我们说它能够呢 从中做一个局内容 我们说为它自身呢 也带来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和平台 这是促成整个产业 净亏成型 制定各种建策的规则啦 机制啦 我们说从整个产业来讲 有助于它长期的发展 那么你这个公司 贴质公司作为其中的一员 你也能够从中受益 第二 正确对对产业发展的外振性 外振性 这个正确对对产业发展外振性 就是说在寻求产业的长远发展 或者整个产业的发展的同时 如何平衡 产业利益和企业自身利益之间的关系 你这个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 给产业外部带来的是一种 这个正能量还是负能量 也就正的外部性还是负的外部性 我们说这个影响到什么呢 我们是影响到 比如说顾客 比如说其他相关产业 比如说政府 比如说金融机构 怎么来看待你的新型产业呢 我们说这就从这一个 如何来处理自身利益和产业发展 外振性之间的这种关系 请大家看 贴质公司楼人机技术 成为这些产业创新 属于一类的基础设施 那就导致为其他产业的创新呢 搭建了一个平台 在这个过程当中 贴质公司与各个产业当中的专业人员 密切合作 优势互补 KP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发展空间 当然这段话呢 我们说体系的就是正确 对产业发展的位置 是不是 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 我们说也有利于其他产业的发展 因为有利于和其他产业呢 我们说形成一种优势互补 KP新的市场空间 还有 全球有十万多名 无人机技术开发者 通过贴质公司的 这个平台 完成了各种各样的开发项目 有些项目远远超出的 人们想象 半岁而至的 是对贴质公司技术深化 及制造管理提出新的任务和要求 对吧 我们说这段话呢 同样 我们说 这个全球呢 这些无人机开发者 利用你这个平台 我们完成各种各样的开发 同时呢 我们说又对贴质公司 深化技术制造管理 又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 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一种良性互动 一方面你贴质公司 我们所谓这些无人机技术开发者 打建了一个什么 项目开发的平台 出建了其他相关领域的发展 同时我们说 这种发展又对什么 又对贴质公司技术深化和管理 提出新的任务和要求 这实际上就倒投于 是一种需求拉动 拉动的贴质公司 又不断的开发新产点心技术 所以倒投于和其他相关产业 我们说也形成做良性互动 相互出建 三 注意产业机会和障碍的转变 在产业发展变化中呢 占据主导地位 主导地位 那么我们说产业 就新鲜产业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说灭烈的机会呢 其实主要是来自于两个方面 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这个产业的 进入诈以低 是吧 另外一个是产业内 现有企业建政的不激烈 但是我们谈到 新鲜产业发展 主要面临三个方面的障碍 主要障碍三个方面 一个呢 就站在武力模型角度的家 一个呢 就过要上讨价还价能力 一个是个们 在讨价还价能力 还有个是什么 还有个替代品 替代品 主要从这三个方面 那么我们说 这个现现产业当中 机会和障碍呢 其实在发展过程当中 它是动态变化的 所以我们说有把握 这个产业发展变化当中 这种机会和障碍的转变 力争了占据主导地位 那怎么来体现呢 请大家看 说中国的自身机 自主宣听技术 所以贴子公司 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说新鲜产业 在发展过程当中 遇到的障碍 有五个方面障碍 其中第一个障碍是什么 就专有技术的获取 专有技术的选择 获取和应用 存在的困难 但是大家看一下 这个贴子公司呢 我们说它的 自主学听技术 就自身机自主学听技术 在贴子公司 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这不就到头于 我们说在 发展变化过程当中 积极主动的 扣着做什么 扣着做技术推动 我们说 获得新技术 就成为向市场 推出成功产品的企业 所以我们说 这就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讲 它立即主动 靠什么 我们靠技术推动 贴子公司 无人机产品的技术 使得更多的人 获得了认识世界的 全新视角 然后人们从地面的 二位平面上上到 三位空间去观察思考 其产品的技术 也点染了 更多领域的创新 影视航拍 农业 能源 地理测绘 安发等产业 与无人机产业 深度融合 贴子公司 无人机技术 成为了这些产业 创新所一类的 什么基础设施 在这个过程当中 贴子公司 与各个产业当中的 专业人员 密切合作 优势互补 KP了一个又一个 新的发展空间 那么这段话呢 大家看一下 一定程度上来讲 我们说这也是 利用什么呢 我们是利用 需求拉动 需求拉动 刚才讲了 所以你这个贴子公司 提供无人机的 产品和技术 使得人们获得 认识世界全新的视觉 让人们从二位创新 到三位去思考 产品和技术 也点燃了更多 领域的创新 这些领域 大家看一下 我们说 依赖什么 依赖你这个 无人机技术的 所以呢 我们说 这一定程度上 体现的是需求拉动 通过这种需求拉动 也使得贴子公司 不断的进行 产品和技术的创新 所以呢 和其他 相关产业当中 仍然合作 优势互补 开避一个 另一个新的发展空间 也就等同于 不断的推出新产品 推下新市场 所以整个这段话呢 我们说 这就是在产业发展 变化过程当中 占据主导地位 主动地位 这个主动地位 主动是什么 我们说是技术开发 就研究与开发 一个是靠技术什么 技术推动 一个是靠需求拉动 两方面 出成了 这个贴子公司 不断的要开发 新产品 新技术 新领域 第四 学者是大的 进入司机和领域 这个学者是大的 进入司机 我们说 你进入到新型产业 走期进入呢 我们说面临之中 不确定是大 也就风险大 但是我们说风险的 收益是对等的 你走期进入 虽然呢 我们说面临高风险 但是我们说 能够给你带来一种什么 泄入为主 就成为视察大陆 局内容的角色 所以能够立正什么 视察主动权 力求追求 视察主导权 我们说也能够 给你企业呢 带来一种 可持续的发展机 那么在这里 总是谈到 说08年第一个 第一个 就为成熟的直升机 飞行系统 XP3.1 这贴子公司问世 中国的直升机 自助学庭技术 这贴子公司 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这个大家看一下 这是不是成为 这无人机行业 无人机产业当中 他是第一个侧旁限的人 也就是第一个 推出较为成熟的 这个直升机飞行系统的人 是不是 突破性的进展 牢牢锁掉 无人机视察的什么 霸主地位 就牢牢锁掉 无人机视察霸主地位 这不就是说 靠着这种 泄入为主 是吧 靠着这种早期进入 垫定了以后呢 他在无人机市场的霸主地位 就市场的局内人的角色 能够给他带来一定的什么 就抢战市场 带来一定很高的一个市场地位 这是关于 战略选择四个方面 第二个研发 首先我们说是研发类型属于什么呢 研发类型是属于产品研究 研发类型有两种 一个叫产品研究 一个叫流程研究 那么在本阿里当中 很明显体系的是产品研究 也就新产品开发 中国的直升机 自主确定技术 在贴纸公司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这体现的就是产品研究 那么的研发多力来源呢 刚才我们给大家讲了 研发多力来源 我们说既有技术推动 又有什么需求拉动 这个技术推动 就刚才所讲的 中国的计算机 自主学庭技术 在贴纸公司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这个就意味着什么 这个就意味着 贴纸公司研发的定位 是成为向市场推出 新技术产品的企业 也就意味着 这个贴纸公司呢 我们说研发能力比较强 是吧 所以靠这种自主技术呢 我们说要研发出来新产品 支持技术推动 自身研发能力比较强 靠技术推动往前走 那当然我们说 又属于需求拉动 所以因为呢 贴纸公司的无能机产品和技术 使得更多的人们 获得认识世界的权限的视角 同时呢 从地面的二位平面 上升到三位空间局观察思考 其产品和技术 也点燃了更多领域的创新 等等等等 贴纸公司 无能机技术 成为这些创新 所依赖的基础设施 这段话这当然就底线的 你创新的多个能源是能源于什么 能源于外部市场需求的拉动 第三 研发的定位 我们说研发定位呢 主要是有三四种定位 那么在本案里当中 体现的就成为向市场推出 新技术产品的企业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个企业的研发战略呢 应该是属于自主创新战略 这里呢 我们说主要是有三句话 中国的直升机自主悬停技术 在贴纸公司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还有贴纸公司从此走上 无能机领域的跌峰 还有牢牢锁跌 无能机市场的大副地位 因为我们说 这个研发定位 就是成为向市场推出 新技术产品的企业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 自主创新战略 那么这种研发呢 它的定位就是有力争 成为这个产品 或者市场 或者技术的什么 掌握它的自高点 自高点 所以呢我们说 它力求就成为什么 成为这个产品 或者市场上推出新技术产品的企业 所以它始作是要把握的自高点 所以这是一个自主创新战略 也就是成为向市场推出新技术产品的企业 那么然后 说依据研发的战略作用 研发支持安索福举证的四个战略下限 四个战略下限 那么我们说 安索福举证的所讲的四个战略下限当中 其中 我们说通过产品求精 就是把卸有产品做得更精 有助于包住企业实现什么呢 实现市场渗透战略和市场开发战略 就是包住企业呢 讲了卸有产品的卸有市场占有力提高 或者是包住企业把卸有产品呢 打入到新的市场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说有两句话 一句话是贴纸公司充斥走上了无人机领域的跌风 无人机领域的跌风 说明什么 说明在现有产品现有市场上 你做到的跌风了 也就是说 你拥有了更大的市场份额 市场占有力 这不就体现的是配合市场渗透战略吗 然后呢 在全球范围内 有越来越多的用户使用贴纸公司的产品和服务 全球范围内都在用你的产品和服务 这就导投于把你现有产品呢 打入到其他国家市场了 所以这个导投于 包住企业实施的市场开发在里 第二个 产品开发和产品多元化 是由更写著的产品创新 也就是说产品开发在里 那当然就是说 新产品和现有市场的组合 或者是产品多元化 就新产品和新市场的组合 那么这两个战略是需要什么 更写著的产品创新 而不是在现有产品上的 如何进行改良优化 而是有写著的产品创新 什么才能够体现出 写著的更为写著产品创新的 爱丽达州有句话 说贴纸公司的无人机产品技术 使得更多的人 获得了认识世界的全新的视角 是认识世界的全新的视角 全新的 让人们从第一面的二位平面 稍稍到三位空间去思考 其产品和技术 也点燃了更多领域的创新 许多领域的创新 点燃了许多领域的创新 这当然就意味着什么 更写著的产品创新 关键词 更写著的产品创新 点燃了更多领域的创新 跟这句话能够对接起来 饮食航培 农业能源电力测绘 安发的产业 与无人机产业深度融合 贴纸公司的无人机技术 成为这些产业创新 所一类的基础设施 在这个过程中 贴纸公司与各个产业当中的 专业人员密切合作 优势互补 开拼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发展空间 一个又一个新的发展空间 我们说这个 大家看一下 点燃了更多领域的创新 还有成为这些产业 所一类的基础设施 还有KP一个又一个新的发展空间 这几句话 我们说一定程度上 就体现的是新产品和现有市场组合 或者是新产品和新市场组合 所以我们说这些道路呢 就是支持什么 支持通过产品开发 产品多元化 需要更显著的产品创新 也就是说推动企业 实现的这种产品开发战略 或者是产品多元化战略 第三问 就关于重建市场边界 KP南海战略的六条途径 我们说这六条途径当中 我们跟大家讲 六条途径当中 我们是整合以后 通刹了五条 那么这本案例当中 主要体现哪几条呢 一个就是重新界定产业的美发群体 重新界定产业的美发群体 也就是产业的美发群体 需要重新界定 这里有点话说 贴质公司的轮延机技术 成为这些产业创新 所一类的什么基础设施 贴质公司的无人机技术 成为了这些相关产业创新 所一类的基础设施 话句话说 这些产业就想到是无人机产业的什么 你的美发群体 我无人机产业的美发群体是谁 就刚才所讲到的 不仅仅是有些 这个航拍爱好者 还有呢 刚才所讲到其他相关产业 相关产业 也是我们无人机产业的一个美发群体 这就重新界定的美发群体 不要局限于这些航拍爱好者 还有发业互补性的产品和服务 我们说发业互补性的产品和服务 就等同于把本产业的 比如说无人机产品和什么 和其他产业当中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配合起来用的话 我们说能够产生更好的效果 是不是 那么这里谈到了 影视航拍 能源 电力测绘 安发等产业与无人机产 深度融合 还有在2017年 推出能够执行 电力巡逻任务的精卫 M 牙背系列无人机平台 还有研制制造出 用来这些农业 只保作业的无人机 还有使用变现无人机 这些农业和客机的解修 这就是说 我们无人机产业在发展过程当中 怎么样 我们要发现 互补性的产品和服务 也就是说和其他产业 当中的相关的产品和服务 结合起来的话 能够产生更好的效果 更好的效能 实现一种什么优势互补 第三个 是从事客户的功能 或者情感抖下 或者就重设顾客的功能与情感诉求 既有功能方面的 又有情感方面的 请大家看 航空A号者 购买了贴纸直升机以后呢 效机还要另外购买 使用其内是非常麻烦的 而且价格过高 贴纸公司的新技术 很难确实推广 贴纸公司呢 开始了 小机飞机一体化的研发设计 终于在2012年 贴纸阶列PH1 横空出世 高度的集成一体化 很快就获得了 第一批消费者的认可 拥抱了整个无人机领域的使用需求 这个怎么样呢 我们说可能你当初是 主要是为了满足航空A号者 这个一定程度上 体现的是一种什么 可能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情感 但是现在呢 我们说你满足顾客的诉求 说我使用起来比较麻烦 相机还得单独美 怎么样呢 我现在开始了 小机飞机一体化的研发设计 也就是满足了 这个顾客在功能方面的需求 所以我们说 这个就结构了功能和情感方面的诉求 两个方面诉求都结构到了 所以它是属于 重设客户的功能与情感诉求 第四个 跨越世界参与塑造外部潮流 说贴纸公司的无人机产品和技术 使得更多的人 获得了认识世界的全身的视角 让人们从地面的二位平面上升到三位空间去观察思考 其产品和技术也点燃了更多领域的创新 这段话我们说 这就体现的是跨越世界参与塑造外部潮流 是不是 那么在这里我们没有涉及到的 就是关于重建视察边界当中 我们所讲的第一条和第二条 就合到一起 就审视他者产业 或者跨越产业内不同的战略群属 没有这一条 其他四条都体现出来了 那么我们再看第四个 就关于右营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 那么这个右营风险的影响因素当中 我们根据刚才的分析 大家可以看出来 它主要体现的 风险当中几个方面风险的 主要体现的是其中的四个方面风险 一个就是我们前面多次谈到的 右营风险八个影响因素当中 其中第三个 就是企业的组织效能 管理现状企业文化 高中层管理人员 和作用业务流程当中的专业人员的知识结构 专业经验等引发的 这里案例当中有非常明显的 这个段落 公司资历结构相对混乱 我们的公司资历结构相对混乱 这个体现什么 体现的是公司组织效能 管理现状 组织这个组织的 右营的效率了 效果了 还有你管理水平了 管理能力了 和重结果 轻轮车的管理模式 重结果轻轮车的管理模式 这又强调是管理模式 这是体系 又有分析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是资料安全环保 还有信息安全等管理中发生失误 可能导致了分析 这个主要是刚才有段话 就是2017年安全研究院 在贴纸公司的网络安全方面 发现非常严重漏洞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这个分析影响因素非常明显 第三个也是非常明显的 由于企业内外部人员的道德缺失 或者不大行为引发的风险 这案例当中就谈到了 这公司用的多个领域 居然出现什么舞弊行为 而且这次串通勾结行为范围极广 违害程度就大 是吧 舞弊行为串通勾结 这就意味着是由于企业内外部人员的 道德缺失和行为不大 可能导致的又有分析 第四个 对企业信物业务流程和信息系统 操作用型情况的接管用性评价 及持续给建能力不足 引发了风险 那么案例当中讲到了 缺乏内部信息的披露 作为一家非上司公司 它没有对外披露重大信息的 这方面的这种要求压力 导致公司内部资历的缺乏 两线右线机制 两线右线阶段机制 这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舞弊泄密问题即已发生 刚才给大家讲了 你既然明明知道缺乏内部信息的披露 但是呢 我们说这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我们说你怎么来 确保这个企业呢 我们能够保持一种科学决策 两线右线机制和执行力呢 明明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说也无能为力 任其发展 导致这个舞弊泄密问题 极易产生 但是没有有效的对策 所以我们说 这个应该体现右线分析的 第八个影响因素 那么第五个是关于组织架构的分析 我们说这本案例大作都涉及到了 一个就是从智力层结构角度来讲 智力层结构形同虚设 缺乏科学决策 两线右线机制限力 可能导致企业经营失败 发展在内难以实现 这个在案例大作的 总是谈到贴质公司领导层 领导层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上 智力结构大作的什么 我们说经理层 经理层 面对业务凶事扩大加注意力 集中到 极力扩大经营规模 追求足够市场份额和利用 忽视什么 忽略组织内部智力 自私腹背 泄密的问题频频发生 那么这里大家看一下 贴质公司领导层 这个提现智力结构当中 我们所讲到的什么 经理经营者 然后叫注意力集中在 极力扩大经营规模 追求足够的市场份额和企业利用 说明什么 说明缺乏科学决策 良性右行机制和执行力 对吧 而忽略了组织内部智力 支持什么呢 支持 腹背泄密问题频频发生 这不就是可能导致企业经营失败 难以实现企业发展战略 第二 组织结构的设置不科学 组织结构 内部机构设置不科学 全只要分配的不合理 可能导致什么 机构重叠 或者就部门重叠 只能交叉 或者确实推威撤皮 或者就相互推威 用心秀虑低下的问题 那么这个案例当中 你看一下说 产品开发的时候 组织什么 两个团队去做 谁的产品以后就有谁的 未被选入团队会被淘汰 那么说这个模式产生诸多问题 比如说研发过程当中 两个团队恶性竞争 人才流失严重 被血友的团队 为防以后被淘汰 而资深腹背动机等等 大家看一下 这就意味着你的机构设置 内部机构设置 是不科学 不科学 是吧 然后呢 我们说 用心秀虑低下 用心秀虑低下 你看一下 恶性建策了 人才流失严重了 那这个恶性建策 这是意思 我们说 那就带来什么呢 我们带来的用心秀虑低下 所以这是属于内部机构 甚至不科学 选择分配不合理 带来的风险 第六 人力制约管理当中的风险 我们说 这个在本案里当中呢 这三个方面都体现了 一个是从 整体人力制约规划角度来讲 说人力制约缺乏或者过剩 结构不合理 开发机制不健全 注意 在我们这个案例当中 主要体现的是 开发机制不健全 可能导致 可能导致 且发展战略难以实现 那么案例当中呢 非常明显讲到 有这么一句话 绅满机制 一直是团队竞争发展的管理模式 绅满机制 这就是说 人力制约管理当中 开发机制不健全 终结果情人才的文化氛围 大大的降低了缘故的归宿感 难以形成 联居力 下行力 这就是强调着 人力制约 开发机制不健全 导致企业的发展战略 难以实现 你想一想 这样一种 开发机制 使部门 员工怎么样 难以形成 作合力 就形成 联居力下行力 那企业内部呢 没有形成 作合力的话 很有可能会导致什么 战略失效 也就是说 导致企业发展 战略难以实现 所以关键词是强调 开发机制不健全 第二个 主要强调什么 激励约束制度 激励约束制度 或者叫激励约束机制 不合理 关键 岗位能源管理不完善 导致什么呢 导致人才流失 人才流失 组织效率低下 效率低下 或者是关键技术 商业秘密 国家机密的泄露 那么在这里 我们说本案例当中 大家看一下 主要是正于 这个仍力资源的 激励约束机制 或者叫激励约束制度 不合理 不合理 关键岗位能源管理不完善 导致什么呢 导致人才流失 人才流失 这案例当中有的话 说产品在开发的时候 有两个团队分头去做 谁的产品好 就有谁的 未被血肉的团队 会被公司淘汰 是不是 这就意味着你这种 能力资源 激励约束机制 或者制度不合理 不合理 产品开发团队 产品开发 产品研发 这当然是属于 企业的什么 关键岗位了 是不是 所以你对关键岗位 就是研究开发 这方面的岗位 我们说管理不完善 这里给大家决定了 如研发过程当中 两个团队恶性建制 人才流失严重 被血肉团队为防止以后 淘汰而滋生腹背动机的 这就导致什么呢 关键时导致人才流失 同时呢 我们说这个恶性建政 恶性建政 那恶性建政的结果呢 必然也是带来的 这个经营效率低下 所以呢 这是由于 人力制约 激励约束制度 或者叫激励约束机制 不合理 关键岗位 人员管理不完善 导致了人才流失 又有些效率低下 或者叫经营效率低下 第三个方面 是人力制约退出机制 不到 可能导致法律诉讼 或企业受益诉讼 这个案例当中呢 有那么一段话 说得非常清楚 关键词 就离职人员对贴质公司 负面评价了很多 离职人员对你负面评价很多 是不是 当然前提条件我们说 这个怎么退出的 他有个表述 说产品未被选用的团队 就会被公司淘汰 会被公司淘汰出局 是不是 所以呢 说被选用的团队 为了防止以后被淘汰 以后被淘汰 而产生资深腹背动机 还有离职员共对贴质公司 负面评价很多 这是我们所讲到的 让你资源 这个指引大众所谈到的三类风险 那么第七问 就关于采购业务大众存在的风险 我们的采购业务大众存在的风险 主要是三类风险大众涉及到两类 一个就是我们所讲 过硬杀选择不到 过硬杀选择不到 采购方式不合理 招投标 或者是定价机制的不科学 受缺审批不规范 导致什么呢 可能导致购买的物资值次价高 出现舞弊 或者是遭受欺诈 这是关键词 是从供应商选择不到 采购方式不合理 或者是招投标和定价机制的不科学 还有呢 受缺审批不规范 导致的后果是什么 导致后果是 购买的物资值次价高 出现舞弊 或遭受欺诈 所以导致这个后果的原因 我们的其实涉及到四个方面 一个是过硬杀选择不到 一个可能成功方式不合理 一个可能招投标或者定价机制不科学 一个可能受缺审批的不规范 这四个方面概括起来的话 导致结果是什么 导致结果两个结果 一个就是导致采购物资的支持价高 一个呢 就容易导致舞弊或者遭受欺诈 那么大家看一下 在案例当中呢 有很长的一大段 从五个方面我们的都与这个风险有关 大家看 让过硬杀报底价 然后伙通过硬杀往上夹价 夹价部分的双方按比例分成 大家看一下 让过硬杀报底价 然后呢 再往上夹价 夹价部分的双方按比例分成 这这段话 这是主要强调什么 这个主要是强调 这个定价机制呢 不可选 定价机制不可选 是吧 然后呢 出现舞弊或者欺诈 主要是定价机制不可选 出现了舞弊 还有 利用手组的权力 以技术规格要求为由 指定过硬杀 指定过硬杀 或者故意 以技术不达标 把正常的过硬杀给贴出局 让可以给回扣的过硬杀建短链单 长期拿回扣 这个大家看一下 例如手组的权力 技术规格 以技术规格要求为由 指定过硬杀 或者呢 故意以技术不达标 把正常过硬杀 贴出局 然后呢 可以给回扣的过硬杀 的间短链单 这 大家看一下 这个分线体系 刚才拿的话 这个主要体系的是 过硬杀选择不当 过硬杀选择不当 下一个 以价价为借口 淘汰政策的过硬杀 然后可以跟回扣的过硬杀 建短链单 并做成独家垄断 然后涨价 双方分层 是以价价为借口 淘汰政策的过硬杀 我们说以价价为借口 这个其实也是属于定价 机制不可选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说 这个也从这一个 过硬杀选择不当 然后 利用内部性 和手作的权力 与过硬杀 串通 寿美业货人员 对品质不合格的物料 不界限业障 导致支持架构的物料 长期独家供应 这个大家看一下 这是由于什么原因 导致财工物质 支持架构呢 我们说 看一下 利用内部性 和手作的权力 与过硬杀 串通 寿美业货人员 这个其实 一定程度上 体现的是 受缺 审批不规范 受缺 审批不规范 还有内部 勾结 和皮包公司 利用手作的权力 以皮包公司 借单 转手的把单 分给工厂 中间差价的分成 这个大家看一下 内部 勾结构 皮包公司 利用手作的权力 以皮包公司的借单 这也是属于 我们所讲的 受缺 审批不规范 那么第二个风险 是在 采购业收 不规范 付款 审核 不严 可能导致 采购物资 和资金的 损失 或者是 限量受损 这里呢 我们说的 限量受损 这个没有体现出来 主要是导致了 企业 采购物资 和资金 损失 说在2018年 由于过业劣 弹服造成 平均采购价格 超过合理水平的 20%以上 保守估计 造成 10亿元人民币的 损失 还有 在公司 用作的各个领域 就出现了 舞弊行为 这次 串通 勾结行为 范围之广 违害程度极大 这就是 体现在采购 业收不规范 付款 审核不严 导致采购物资 和资金 产生损失了 这是以上的 我们所讲到的 这个综合案例 内容的比较多 真正 其实我们的上考察 做这样的题目的时候 我们说 往往反反复复的 我们说 需要那么两三遍 甚至三四遍 我们说 才可能 把这个题目 能够完整做出来 所以我们说 在阅读提干过程当中 需要反反复复的回去看 当然我们说 越看越 看得就快了 因为每看一遍的 对这个案例 当中所提供的一些素材资料 我们印象的就比较深刻一些 理解的更到位一些 所以光看一遍以后 做这个题的话 你做出了参考答案 做出的答案和参考答案 可能偏差比较大 所以我们是需要反反复复 经过多次 阅读提干之后 才能不断的把 这七个问题 慢慢的把它完善 不管你怎么样完善 我们是上了考察 在有些的时间内 你做出的那个答案和 最后那个中逐行的参考答案 肯定我们说会有一些偏差 这个我跟大家讲 这是很正常的 你不可能完全就吻合 很难做到 好了下边呢 我们就围绕这一章 主要内容的 进行个解答的小节 我们说我们这一章呢 前面对的主要分析应对 从内容上来讲 针对的五大分析 涉及到五节 其中第一节 是讲到战略分析应对 我个人的看法 战略分析及应对 应当是做一个重点 重点 你比如说第一个问题 是战略分析的含义 及影响因素 那么我们说战略分析的含义 及影响因素 这个建议同学们 着实注意选择题 着实注意选择题 你比如说战略分析 一讲到战略分析 我们说往往指的是什么 就是犹豫这种不确定性 影响战略目标实现的这种不确定性 就是个战略分析 所以战略分析通常是指这种不确定性 对战略目标实现的影响程度 还有影响因素 战略分析的影响因素 我们说着手五个方面因素 外部的就是战略环境 外部战略环境 还有内部有四个方面 合起来总共是五个方面 影响因素 简单了解 重点大家需要掌握的 就关于战略分析的主要表现和应对 这个又非常的熟悉 又会做案例 我们说战略分析的主要表现 表现为几个方面呢 我们说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个就战略自定分析 第二是战略实施分析 第三个是战略调整分析 第四个是战略扶盘与整个分析 那么这四方面分析呢 大家当然还要进入到细节 细节 同时我们说咱们来应对 特别还有结合案例 注意一下应对策略 对不对 你比如说 在战略实施阶段 所面临的分析 表现的时候具体 我们说又分为两个方面 是不是 一个战略实施人员缺乏 还有一个是什么 我们说组织不力 战略实施过程当中组织不力 这两大方面 那么你如何来应对呢 应该成续哪些应对策略呢 我们说把它一一的对应起来 战略自定分析 战略实施分析 战略调整分析 还有战略整个和付款分析 四个方面的表现 还有强度的应对策略 好容易靠主观题 第二题是关于市场分析应对 我们的市场分析应对呢 这个也建议大家有这个重点 重点 那么也是两大问题 一个问题 市场分析的含义 即影响因素 那么市场分析的影响因素呢 这个大家也要做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分析 市场分析影响因素的时候 大家注意一下 影响因素有几个方面 有五个方面 哪五个方面 你得知道 还有了市场分析的主要表现 还有他的应对 我们跟大家讲 市场分析的主要表现 我们说主要是两大表现 一个是市场趋势分析 一个是分析分析 特别是我们讲到的分析分析 分析分析的表现还可以细化 同时我们说涉及到应对策略的时候呢 应对策略也还可以认识很多 所以市场分析的主要表现 应对特别是从应对的角度来讲 围绕分析分析 这个各位要注意 要结合案例会分析 具体设计到分析分析的大作 具体你还有细化 第三个财务分析应对 我认为财务分析的应对也要做一个重点 财务分析及应对也要做一个重点 至于财务分析的含义和影响因素 这个建议同学们一般一切了解 我们说因为这讲到财务分析 这个财务分析指什么 我们说这个财务分析的主要是来自于财务管理活动 或者叫资金管理活动 还有什么呢 还有甚至到企业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这种不确定性 这个都体现为财务分析 建议成果比如说企业的收入 还有利用 财务状况甚至到资产 负借了所有的权益了 是不是 那么财务分析的主要表现和应对 这是需要大家注意 我们说财务分析的主要表现 我们跟大家讲 这个主要为了我们所讲到的四个指引 四个指引 全面预算 财务报告 资金活动 还有个什么 担保业务 四个业务要指引当中 关于资金活动体现的风险又细分了三个方面 所以我们就在当中讲到财务分析主要表现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熟悉 这个财务分析主要表现是涉及到几个方面 六个方面 六个方面 那么这六个方面的分析 考试过程当中 它不可能的六个方面都涉及到 可能会涉及到其中的四个方面或者五个方面 你分别的如何来应对 是不是 所以我建议这个财务分析也是重点 然后第四节又应分析应对 当然这也是个重点了 第一个问题就右营分析的含义和影响因素 我们说这个右营分析的含义 这个大家一般先了解 是吧 右营分析 那当然就是说这个不确定性影响到什么 影响到其正常的右营 或者是影响到其右营目标的实现 那么这个影响因素 我们给大家讲 这是要做一个重点要注意的 甚至到什么八个方面 右营分析 它的能源 或者就影响因素 有哪八个方面 你得熟悉 还有右营分析 主要表现应对 这个是 我们这一章 跟大家讲过最为头疼的问题 最头疼的问题 因为我们这里所讲的 右营分析主要表现 主要是涉及到 内部控制右营指引当中 总共是有18个指引 18个指引当中 其中呢 我们说涉及到右营分析的就有13个指引 13个指引 这13个指引呢 我们说涉及到的分析都属于右营分析犯出的 但是我们在前面跟大家介绍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 我们说是18个 在这13个要用指引当中 也不见得我们说都是重点 比如说我认为 像资产管理 甚至都重获了 固定资产了 无限资产了 我们的这个指引 我认为不重要 还有像内部信息传递 这个指引我认为也不重要 还有呢 信息系统 我认为相对来讲也不重要 还有呢 工程项目 我认为也不重要 是不是 这样的话 我们大概一起就可以排除掉四个 那其他的九个指引 我觉得都有必要认证看 特别是我们所谈到的 涉及到内部环境要受大功能 比如我们所组织结构 就是组织架构 还有人力资源 还有呢 企业文化 还有呢 社会责任 还有采购业务 还有销售业务 还有研究业开发 我们说这些指引当中 涉及到的相对来讲就比较重要一些 那么第五节 法律风险和合规风险 这个法律风险和合规风险 我认为 这种五大类风险当中 相对而言 法律风险和合规风险可能重要性程度又差一些 当然我们说也不能排除这种关系当中考察 这个大家要注意 那么在第五节 法律与合规风险当中呢 首先是谈到法律风险和合规风险的含义 其影响因素 这里呢含义当中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 就法律风险和合规风险 我们说怎么去区分它吗 从法律后果上来讲我们说也不一样 这个简单的 然后看一下就可以了 主要是看一下法律风险和合规风险 主要表现和应对 这个看一看 因为我们说从法律风险和合规风险 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那么应对呢当然也从三个方面 是吧 一个是法律责任风险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法律责任风险 一个是行为规范风险 一个是接管风险 从这三个方面表现 这么的应对 主要看一看第二个问题 就关于它的主要表现和应对 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第八章的主要内容 到此呢我们基础班阶段 整个旧城的八章内容 就全部介绍完了 那么在基础阶段结束以后 我建议同学们 用回过头来把整个的八章内容呢 又重新的 快速的 把它稍微的归纳归纳 总结总结 这重新的也就像当于是我们所讲的 类似于战略风险当中 所讲的战略浮盘和调整 这是一个道理 回过头来 你将招对基础阶段 当时在学习过程当中 在第一段学习过程当中 你回顾一下 在第一段基础阶段 学习过程当中 你的利弊得实 你认为在基础阶段 哪些地方学得好 哪些地方没学好 学得好的原因是什么 学得不好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说有这些总结 下一步我们说 那就是在习题吧 在强化阶段 我们有加以改进 就下一个阶段学习当中 我们应该制定什么样的策略 所以我们说服务盘完了以后 一个是服务盘 还有个什么 还有个调整 下一步的学习阶段 应该如何制定你的策略 所以我们觉得 大家基础阶段结束以后 不要急于的 就做这个习题 是大的我们是回过头了 要把基础阶段相关内容 有这些归纳 总结 梳理 那么基础班结束以后 下一步 我们就准备 讲解习题班 这个习题班 我想在4月下旬的时候 我们先上传一部分 习题班的内容 然后 上传的内容以后 让同学们能够在五一期间 有时间把习题班的这个题目 先自己做一做 然后回过头来 我们再给大家 介绍这个习题班的 这个题目讲解 还有参考谈 争取我们这五月 少雄 我们就把习题班的 这个全部课程 给上传完 这个感谢同学们 在基础班间段 我们一起来共同的学习 感谢大家的陪伴 谢谢